你私自离开避暑山庄 对哀家跟皇后 连一声奏情都没有 你想瞒哀家到什么时候 你到底有没有把哀家放在眼里 有没有把后宫规矩放在心里 奴才知罪请皇太后息怒 皇后娘息怒 是儿臣离世受到疫情的消息 要去疫区 又不知正式要处理多久 所以才传旨要权妃来相伴 皇后娘如果要怪罪 就怪罪朕吧 皇太后 奴才身为皇上的妻子 很明白权妃妹妹的感受 如果换的是奴才 闻知皇上身犯险境 奴才也会像权妃妹妹这样 担心皇上无人照顾 而不顾一切陪伴皇上 所以 妹妹虽有不适 但是将心比心 实在不忍心责怪妹妹 混账 如果其他妃子都由而孝之 也关心皇上没理由 皇上到哪儿都不顾一切跟着去 那皇上如何处理朝政啊 哀家如何统领后宫 天下人如何看大亲妃子和娘娘 又如何看纵容妃子自意妄为的皇上啊 皇后 替人说话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啊 不要随便把自己 跟其他的人相提并论了 奴才知罪 妹妹 你要谨记皇太后的教诲知道吗 奴才谨遵皇太后 皇后娘娘教诲 皇额娘 其实这次呢 真是多亏权妃 及时钻研出根治疫病的药 救了朕和村民的性命 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权妃懂得医术吗 回皇太后 奴才不懂医术 只是奴才有幸在张家口 得到前御医于大海的指点 托皇太后和皇上的红服 才能找到治病的药方 权妃总算是将功补过 请皇二娘额外开恩 从今发怒 奴才虽有皇上圣誉 但却一时大意 为奏请皇太后和皇后娘娘 也为将皇太后交代 要打点参拜的事做好 奴才知罪 领应受罚 既然你已知罪 就让哀家想想如何处罚你吧 你要杀凌尚 你好大胆子 竟敢入宫行刺 你心求死 没有家人牵挂了吗 我王姐截然一身 有什么好牵挂的 你是金元村的人 你放心 这已经传令全国 彻底实行 废除剑籍的政策 还有 朝廷会发送物资到金元村 帮助村民重建 朝廷每次答应拨款赈灾 送来的粮食 还没百姓饿死的尸体多 天理教就是要推翻腐败的朝廷 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你口口声声说 天理教比朝廷好 朕问你 天理教每一次叛乱 有多少百姓因此枉此 知不知道 这次你要救的山西堂堂主李林 不止结朝廷的官吟 而利用天理教的名义 结赈灾物资 把大部分所得之物私吞 这种人 值得你不要命地去救他吗 你要杀就杀 朕不止不为杀人 还会放了你 皇上 放我 朕想你做两件事 第一 回金园村 帮亲人重建家园 第二 替朕传话 跟天理教的教众说 朝廷会改革 给朕时间 同时 别再做任何 伤害社稷根本 及老百姓的事 皇上这招兵不厌诈 朕诀 兵不厌诈 皇上不是想派人跟踪王晋 出其不意把天理教五省分堂 一网打尽吗 当然不是了 朕答应放王晋一条生路 又岂会出尔反尔呢 免心 你要多学习仁慈守信 王晋这件事 朕就交与你处理 这 朕不在京城的时候 兴要绵心帮朕 照顾皇阿娘和处理朝政 朕以茶代酒 敬礼呗 听说皇兄与权妃娘娘 患难见真情 皇兄总算苦尽甘来 守得云开见月明啊 但是皇阿娘 为了这次事 把权妃跪一夜 朕心又不安 谁叫皇兄你这么博爱 这么多情 你不能像臣弟这么自私 只顾自己感受啊 你呀 嘴里说无情 说不定心里呀 比朕更多情 奴才恭请皇上圣安 奴才恭请皇上圣安 平身 谢皇上 愿晚 找朕有事 愿晚准备了很多小菜 不知道皇上赏不赏脸 到楚秀宫一去 难道朕敢说不赏脸吗 皇后娘娘果然厉害 连皇上都不得不从 臣弟恭送皇上 皇后娘娘 起家 让朕见 朕不赏脸 不赏脸 让朕不赏脸 圆婉也希望可以在皇上身边一起度过 都是朕不好 是朕辜负了你 都怪圆婉 没本事留皇上在身边 傻瓜 朕今晚哪儿都不去 留在这儿陪你 当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妃娘娘 这两个后膝 是皇上特地命奴才 拿过来给你的 如果全妃娘娘不收下 跪伤了膝盖 奴才一定会被皇上责罚的 皇上的好意本宫心灵了 如果用户膝 就等于对皇太后的处罚不尽 本宫不能这么做 有人来了 走吧 娘娘请收下 皇太后驾到 奴才恭请皇太后圣安 跪了一个晚上了 还淋湿了身子 哀家这样罚你 是否心有不甘呢 奴才不甘 皇太后恩典 对奴才小成大戒 奴才心甘情愿受罚 其实你这一次照顾皇上有功 哀家知道 不过后宫有后宫的规矩 哀家一定要执法公平 以免他人 以免他人由而孝之 奴才明白 你之前提过的 于玉奴也 爱家记得她曾经为 阿家治过妖患 艾家也很感激她 不知道她还有何遗愿未了呢 如果可以的话 艾家愿意帮她完成 于御医为救灾民操劳而逝 离世前并没听她说过有何遗愿 不过有件事很奇怪 她获悉皇上身份之时 突然很激动 说对不起先帝嘉庆皇帝 对不起孝叔瑞皇后 不过还没来得及说原因 就撒手成桓了 你全身湿透很容易感染风寒 小辈子 快扶全妃娘娘回城前宫休息了 奴才罪有应得 心甘情愿跪到天亮 难得皇太后开金口饶恕娘娘 娘娘又何必如此固执呢 奴才甘心受罚 既然你甘心受罚 奴家就如你所愿了 对于那个于大海 奴家可能是多虑了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你没留意到 拳飞脚下的护膝吗 哦 原来这个全妃那么狡猾 哎呀 连奴才也被他骗了 全妃固然可恶 但是更可恶的 就是奴家的好皇儿 皇上 你不记得了 皇上小的时候体弱多病 每次一跪先帝 他的膝盖必然会肿几天 哦 奴才当然记得 当时皇太后因为疼爱皇上 所以偷偷地缝制了一对 安康护膝给皇上 皇上呢 就把这对护膝 当成宝贝一样 任何人都不能碰 不能摸的 不过 有一次 瑞亲王因为贪玩 不小心弄脏了那对护膝 皇上气得跟他大打出手 还说任何人都不许损害 皇阿娘的温情 爱心吗 谁知道 全妃一受罚 她就有着奴家的爱心 被人践踏于脚下 这个日子 皇上对奴家处处违抗 莫非 莫非养儿真的不及亲生儿 养儿不及亲生儿 当年的证人 又少了一个 我到底何时才能沉冤得雪 新妃娘娘 无须心急 耐心等候 最重要的是要保住性命 其他一切从长计矣 皇上是否康复 请信妃娘娘放心 群妃娘娘一直用 余御医的药方 煎药给皇上喝 而皇太后呢 我不想你再提起她 是是是 知道知道 信妃娘娘 奴太这次又带了种 新配方的药来 比上次的药更加有效啊 住手 全非娘娘 全非娘娘救我 全非娘娘救我 请问皇后娘娘 凯兰所犯何罪 要施以酷刑 这儿是楚秀宫 本宫是六宫之首 难道本宫惩罚一个奴才 你也要干涉 采兰是承前宫的人 如果犯了错 得罪皇后娘娘 妹妹也责无旁贷 当初是本宫吩咐采兰 到承前宫好好地服侍你 这次妹妹私自出宫 到了义区 采兰这个奴才 没有好好地尽责 照顾妹妹 还把本宫蒙在鼓里 连妹妹都受罚了 难道这个奴才可以幸免吗 宫中早有规矩 不得滥杀奴才 倘若继续用刑 只会把采兰活活打死 如果皇后娘娘 仍然坚持用刑 那么本宫 只好请皇太后 和皇上定备 查清采兰到底做错何事 令皇后娘娘 非要她的命不可 你竟敢跟本宫作对 皇后娘娘要打 就先打妹妹 你们俩 扶采兰回程前宫 是 主子 主子 你为了跟奴才 跟本宫斗 将来 你一定会后悔 奴才做梦都想不到 竟然被一位娘娘打完 或有另一位娘娘 帮奴才服药 奴才狼心狗妃忘恩负义 奴才人面收心 出卖娘娘 愧对娘娘 请娘娘输罪 采兰 你说什么 奴才 是皇后娘娘 派来全非娘娘身边的奸续 皇后娘娘 因为怕全非娘娘毒霸皇上 要奴才监视全非娘娘的一举一动 之后向她禀报 但是娘娘跟嬷嬷 我对奴才这么好 奴才不想再出卖娘娘了 皇后娘娘 就因为这样对你施以酷刑 是 这件事本宫已经知道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 安心留在成千宫休养 我们会准备草药 按照余医医书上的秘方制药 帮你去余疗伤 多谢娘娘 虽然本宫已安排长公公走 但是全非应该很快对你起疑 本宫真要好好想想 如何处置你 不要 皇后 皇后娘娘 千万不要放心奴才啊 奴才 奴才一定会想办法 让全非娘娘再次信任奴才的 那好啊 本宫就助你一臂之力 总有一天 我要让全天下知道 我有多厉害 奴才参见皇上 皇上今晚想翻哪位娘娘的牌子啊 替朕通知全非 说朕今晚去成千宫 遮 奴才奴才公请皇上圣安 何事啊 奴才奉皇后娘娘之命 恭请皇上今晚到楚秀宫一聚 皇上 这是你最喜欢的葡萄梅酒 你最喜欢的葡萄梅酒 为何不喝啊 喝 不过朕 想等你一起喝才有意思嘛 来 来 葡萄梅酒 我愛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怎么回事 你得咱们 我爱你 你你真是真正的 恐怕这么晚 皇上不会来了 皇上 朕乃男人大丈夫 小心啊 一言九鼎 朕说过今晚来见伊兰的 小心啊 皇上 没人能阻止朕 皇后 你怎么来了 伊兰 伊兰 朕一定要灌醉的 不然的话 我不可以来见你啊 伊兰 再拿两壶酒来 慢一点 冤婉 朕跟你再喝 伊兰 你对朕太好了 朕 伊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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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农才向皇上请安 农才却吩咐人进来 扶着皇上抒起 一兰 你在朕的肩膀上面 靠了一夜 朕真是没用 冷落了爱妃 不是 奴才终于知道 皇上的胸膛有多宽 为了弥补朕的不是 朕决定要立你为贵妃 不要 皇上 皇太后还在生气 请皇上 不行 朕今日一定要依蓝你当 朕的贵妃 什么 你说刚才看见皇上离开承前宫 是啊 皇后娘娘 听崔嬷嬷说 昨晚皇上从楚秀宫去了承前宫 今早离开时心情还特别好 借人就有赏 这顶银子就是皇上赏给奴才的 还听说 说 皇上一时高兴 说要封权妃为贵妃 极有此理 看你能等你多久 我们很久没有一家人 一起吃以母独创的三色火锅了 那 有阿玛喜欢的清汤 姨父的新头号香辣鱼汤 还有我最爱吃的酸菜白肉汤 天柔 乐心真被你宠坏了 乐心从小到大 都是我这个姨母带大的 我不宠她 宠谁呀 夫人 你放心吧 姿普这次立了大功 我会在皇上面前替她美颜 如果她能进入军机处 就有时间留在京城照顾乐心了 那就最好了 大家起快吧 起快 起快 好 看 姿普 老婆 清汤味果是吃另一种口味 好 好 汤味香而浓 可惜有水过多 还要小心有鱼刺啊 乐心啊 你不是做着水果拼盘吗 我们进去拿 好啊 大家亲戚一场 您是不是不给我面子 非要把我所有的事查得清清楚楚啊 朝廷里谁不知道 你是我书名恶心心提拔的 我遭殃你也不好过 现在不是我要查你啊 而是仪中堂咬着你不放啊 就算你过了我这关 你也要过 不管别人 你是我的经历 只要你别胳膊凸往外拐就行了 哼 哼 哼 这个拼盘呢 叫家和万事兴 大家是自己人 一切都好商量 来 干杯 诸位大臣 还有事起奏吗 臣有事起奏 臣有事起奏 以令此举所为何事 启禀皇上 臣有愧于皇上 求皇上赐罪 到底何事 全非娘娘私离避暑山庄一事 臣早已收到密报 但是知情不报 徇私枉法又愧于皇上 全非这件事 但是朕已经向皇太后解释过 而皇太后也对全非做过处罚了 全非受罚是应该的 臣亦难辞其咎 一令 你言中了 罪臣一令恳请皇上降罪之前 恩准罪臣朗读先帝的一首诗 准 谢皇上 满朝文武拙锦袍 吕炎与朕无分毫 一杯梅酒千人血 数万肥更万幸高 人泪落时天泪落 孝胜高处枯胜高 牛羊赋予豺郎目 敷禁皇恩维尔曹 这首是先帝所做的骂摊事 一令 你为何今日在大殿之上 朗读此事 因为贪官当道 皇上 这里是臣收集的 几个堤坝工程中 官商勾结 中饱私囊的罪证 请皇上过目 术明儿 自己看 皇上 臣冤枉了 是怡令他陷害臣 术明儿 你敢做就敢认 你竟然颠倒是非 一令 你陷害我 军心何在 放肆 大殿之上 其中你们在此喧哗 有没有把朕放在眼里 来人 把一令和术明儿拿下 收押天牢再做相查 退朝 皇后娘娘 老爷 喝杯上等女儿好吗 好好好 玉令 我女儿是当今皇后 她可没准备赏子给你吃 你女儿来看你了 前妃娘娘 老爷 阿玛 谁让你进来的 女儿一定求皇上从轻发落 我如今是罪臣 是在受惩罚 难道 你要我像其他人那样 枉顾法际 陷我于不义 阿玛 吃个香 吃吧 倘若轻叛夷灵 众叛淑明儿 势必引起两派人士趁机开战 而后宫两位娘娘 也会卷入这个政治漩涡 就是为此 朕才觉得烦 奴太恭请皇上圣安 何时啊 病皇上 皇后娘娘和全妃娘娘求见 这么快就来了 皇上 这时候 不适宜与两位娘娘见面 干脆让臣弟做这个丑人吧 皇后娘娘 全妃娘娘 奉皇上口谕 是 如果两位娘娘是为了仪中堂和书中堂来求见 就请两位娘娘回宫 在事情要判决之前 这段期间 皇上是不会见两位娘娘的 但是 你住嘴 本宫就不信皇上会不见我 请皇后娘娘自重 念心 你是不是又要跟本宫作对 本王再说一次 后宫不得干政 请皇后娘娘自重 全妃娘娘自重 全妃娘娘自重 你够了啊 刚才抢着见皇上 接着抢着跟瑞亲王说话 现在要抢着跟我走同一条路 为何你什么都要跟我争 我到哪儿你都要妨碍我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争 我步步退让 你却步步禁逼 真正不给人路走的人是你 哼 太可笑了 外面那么多路走 你偏偏要闯进我的地方 你先抢走皇上 现在又串通你阿玛害我阿玛 你还个人先告状 从你设计比我殉葬那天开始 我就知道你时刻想我死 我在宫中大难不死 你就设计引我去义区送死 但我不知道啊 不要无中生有血口喷人 污蔑皇后是株连九族的死罪 是不是想陪你阿玛一起抄家问斩呢 免阿玛对朝廷百姓做过什么 你比我更清楚 如果我阿玛有事 我就叫你阿玛路上相陪 你 一个小小的妃子 竟然如此狠毒阻住我阿玛 我告诉你 我是皇后 皇上一定会听我话 放我阿玛 如果皇上听你的话 昨晚他就不会戒罪避开你 来承前宫陪我 来承前宫陪我 这巴掌 本宫是要打醒你的 让你知道谁才是六宫之手 不要恃处生交 目中无人 除非你有本事 连我皇后之位都抢走 否则 有本宫一天 你休想放肆 这巴掌我一定会还给你 嬷嬷你帮我送这封信给皇上 我约皇上明晚驱食到花圃赏花 这几天正是宇兰花花期 宇兰花对于皇上和本宫都有重大意义 我相信皇上必为所动 这 采兰 你回到皇后身边 假装向她告密 说本宫明晚驱食相约皇上到九曲桥赏花 本宫索庆主动出击 调虎离圣 这也不失唯一个好方法 声东击西 怡林陷害我阿玛 本宫绝不会让他们妇女的奸计得逞 皇后娘娘是不是想到什么办法 本宫就将计就计 只要明晚权妃未能赴约 本宫就可以明正言顺到花圃见皇上 皇上若肯答应权妃释放她阿玛 难道就不肯对我这个皇后格外开恩 释放我阿玛吗 采兰 明天到御药房拿些八豆粉 皇后娘娘想让奴才把八豆粉 放进权妃的膳食里 让她不能赴约 此外 池中无鱼 瞎自大 区区一个权妃 想跟本宫斗 不自量力 采兰 找什么呢 糟了 我把奶娘的一只耳环弄不见了 一会儿娘娘还要带着去见皇上啊 怎么这么不小心哪 我帮你找找吧 多谢嬷嬷 找到了采兰 是啊 有劳嬷嬷了 你看你啊 吓得一头大汗 奴才帮主子找到耳环了 主子 这杏之官宴呢 断了很久了 主子你慢用 这碗官宴 不见 一兰花是在逆境而生的植物 娇奢华丽 并不是她的个性 这才是一兰 娘娘 关夜呢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奴才在断云中跟娘娘 不用了 时间不多 本宫还要去花圃挑选一兰花 嬷嬷 走吧 奴才 全妃要我声东击西 骗皇后今晚虚实 遇了皇上在九曲桥界 其实他们约了在花圃界 我把实情告诉了皇后 皇后则要我将八道粉 放进全妃的膳食里 让她今晚不能赴约 但是结果 这两件事我都做不到 小菜子怎么办呢 我这次真是大祸临头了 但是奇怪了 崔嬷嬷送给皇上的信里面 相约的地点是御花园 那更糟 一定是全妃已经对我起疑信 想一时二了试探我 到底是效忠她 还是效忠皇后啊 如果今晚皇后去了花圃 见不到皇上 一定大发雷霆 全妃知道我出卖她 我以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怎么办呢 我现在两面不是人 一定不能好死啊 怎么办哪 我有办法 主子 奴才认为 采兰上一次被人施以酷刑 不可能是装出来的 而且采兰那么年轻 一定不会做出这种事的 经历了这么多事 防人之心不可恶 所以一会儿虚实 摸摸你要到花圃静后 看看皇后是否现身 本宫也期望 是我多虑了 启禀娘娘 皇上想约娘娘 今晚虚实到九曲桥一聚 恭喜主子计划成功 想必权妃吃了八豆粉之后 覆泄大作 皇上就立刻约主子相聚了 奴才恭请皇后娘娘 进安 免礼 谢皇后娘娘 小菜子 怎么就你一个人 皇上呢 皇上还在御书房 跟大臣们商议正事 小菜子 替本宫回复皇上 皇上正事要紧 本宫稍等也无妨 喳 皇上 是 贼父 赵恩 奴才 公主 行了行了 皇上呢 皇上还在御书房呢 因为刚走了一批大臣 又来了另一批 所以请皇后娘娘稍安勿躁 你撒谎 皇上根本就不在御书房 皇后娘娘 洛阳牡丹 只有御花园才有 你根本就不是 从御书房过来 快说 究竟皇上在哪儿 皇后娘娘恕罪 恕奴才不能说 如果你说出来 本宫就不致你罪 你若是不说 本宫就要你 人头落地 朕朕幽香 淡淡光芒 不宣宾夺主 却又独领风骚 傲然风筑 令人一见难忘 百看不厌 就好像依兰一样 谢皇上 不过花再美 若无惜花之人 也难逃被摧毁的厄运 朕也期盼依兰花 可以在宫中落地生根 为黄金揭毙玉成 添上一份清新雅致 只怕花昭月息 敌不过不测风雨 爱妃 你何出此言 奴才的阿玛仪中堂 一生正直不安 忠君爱国 却患来牢狱之灾 阿玛仪 皇上 奴才恭请皇上圣安 圆婉 平身 谢皇上 赏花观月 岂能无美酒相伴 圆婉知道皇上来这赏花 所以特意 带了皇上最喜欢的葡萄美酒 来送给皇上 不知圆婉是否打扰皇上 跟全妃妹妹商讨事情呢 怎么会呢 圆婉 朕和全妃 只是在这赏花别无其他 圆婉 坐 一兰 坐 朕今晚可以与两位爱妃 贫酒赏花 朕人生一大乐事 妹妹足智多谋 相思不愧 本宫真是自愧不如 你我都奉皇上口谕 后宫不得干政 本宫不敢 也不想违法乱纪 令皇上为难 唯有谨遵圣意 省屈齿步 但想不到 妹妹竟然罔顾圣意 投机取巧 借花 迷人眼目 以为父说情 我阿玛因为纠察贪官 仗义直言 才被人设局陷害 一兰不能袖手旁观 本宫阿玛才是无辜被陷害 不像其他人 孤名调狱 假人假意 本宫贵为皇后 阿玛被陷害 宝区寒月也尚未出生 你还要人先告状 我阿玛高峰亮天 不会冤枉好人 我阿玛光峰济月 也不会冤枉好人 够了够了 你们闹够了没有 你们当真是皇上 朕说过会彻查清楚 在这件事真相大白之前 朕命你们俩不许再争执 朕耳根清静一下 天地如流原清明智 亦会经沧海分隔相遇 思自爱上了不该是 灵爱已作是成了措施 恨泪雪 若说芳华 仍没事 未会对你坦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